事實症病有走失是家屬非常頭痛的一個問題 因為事實症病有他的辨識能力方向感都大幅度的下降之後 有可能他自己一個人出門之後就不知道怎麼回家了 首先現在科技非常的進步 有很多可以追蹤的一些輔助工具可以使用 例如說有GPS的定位手環 或者是說隨身攜帶一個GPS的定位器 都比較容易可以找到找回事實症病有 但是如果這個事實症病有並沒有這些輔助的輔助 而且已經長期失蹤找不到人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可以向法院申請死亡宣告 這個死亡宣告並不是代表說這個私自症病有確實已經死亡了 而是為了處理他目前的一些法律關係 一旦申請了這個死亡宣告之後 在法律上這只是法律凝制的 就是這個先假設說這個私自症病有已經死亡了 那他的一切法律關係就會就是已經停止不再發生 以保障私自症病有的權益 然後我還是要不要再做一次 我記得些人可以親自傷害的 我們很拇 consistent 也請到這次我拍照 其實到這次我拍照 我來拍照 你拍照 我們會拍照